大家好,我是小宋,欢迎来到大好美食 今天和大家分享揉猪肝的做法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肝、姜片、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干辣椒、葱段 锅里加水,放入猪肝 加入一大勺料酒,大火煮开 煮开后撇去浮沫,捞出放入清水中,清洗干净 然后把猪肝切成小块,这样可以方便入味 锅里烧水,放入准备好的辛香料 然后放入猪肝 加入生抽、料酒、老抽 搅拌均匀,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后,稍微的撇去浮沫 然后盖上盖子,中火煮20分钟 20分钟后加入盐,入底微 这个时候关火焖20分钟 20分钟后取出猪肝 把猪肝切成片,装入盆中 加入蒜末、姜丝还有葱花 加入生抽 香醋 香油 一点白糖,再撒上少许盐 搅拌均匀,就可以装盘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拌猪肝就做好了 猪肝这样做出来,风味独特,口感紧实 非常适合下酒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